吃苦当作吃苦 夹苦当作夹破 这个磨练就是祝福 这个磨练 这个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苦练你 试验你 就是要让教人终久享福 所以苦练 当我们在觉得很苦 在被磨练的时候 就是当作在享受福气 这是大家的心里 这个怎么样去体会 我们现在是稍稍有年纪的人 可能会比较有体验 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说 是怎么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讲 吃苦当作吃补 这个主题里面 在耶利米哀歌三章27节里面说 人在幼年富二 这缘是好的 这是耶利米先知 他讲的这一句话 不是他年轻的时候讲的 是他经历的 他在年少的时候 就被上帝呼召 当先知去传讲上帝的话 那每次传讲上帝的话 都让人很不重听 大家都不喜欢听 给他讲说 这个专门讲这个 不好信息的人 这个好像是乌鸦嘴一样 大家都不喜欢他 随着年纪见长 他所讲的话 一样一样的都兑现了 都是上帝要他传讲 他都兑现了 他也国家不断的 被辱的 被清换 被亚述帝国 清换的 一样一样的 甚至很多人就很讨厌他 甚至这个政治人物里面 王当时的 他经历的蛮多个王 最后一个西底嘉 他有意思听耶利米所讲的 悔改归向神 要投降就没事 可是因为另外还对政治朝内里面 还有一个另外一种政党 绝对不可以投降 要坚持奋斗到底 我们如果看这个 列王记或者历代字 西底嘉 这个台语的西底嘉 果然死得很难看 这个 那这个耶利米常常受到迫害 甚至被关到箭底里面 这个 一样的跟甚至国破 家王的时候 被辱到 那一群人被辱到国外去 一群人留在原地的时候 这个耶利米也是 一样的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 这个受苦当中 他可以讲说他是一个流泪先知 讲道流眼泪 因为他已经一先知到结局了 可是他传讲神的话 就是悔改悔改就没事 悔改神就要再建顾我们 再保护我们 可是没有人愿意听 所以呢 讲道流泪还是没有人听 所以他蛮受苦的 内心很 很着急 很焦虑 为这群百姓 所传讲的 所以他还是跟他受苦 所以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从年幼 就一直 内心里面真是很挣扎 很苦的 到了年老 他年轻所讲的话 一一对线 一一实现的 他跟着百姓成受苦 连老的时候 这个耶利米哀歌 他做的这个 讲到一个哀就是被哀的歌 这个他讲 连在复幼 连在幼年复二 这原是好的 这个意思就是 幼年复这个重担的时候 受主有人在管束 就是有一个规范的话 这是有益处的 这个我们曾经牧师也介绍过 有一部电影叫做战马 这个马呢 马屁是赛跑用的 可是在一战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 真招武器嘛 战马就是要打仗用的 但是跑马跑得很快 结果这一群 这个英国就打败了 为什么 人家有机关枪的扫射 有炮那个战车 这个什么 更厉害的 比马跑得更 有铁做的 比马更厉害的 那这一群人被杀死的 马拉被征召 做什么 做背负运送物资的 但是呢 很多马是来跑的 不是来负重的 很多马屁拉 优秀的马拉都已经铲死了 只有一只马 那只马拉从小 就是要去耕种田地 是背中恶的 这个耕田用的 所以他吃苦耐劳 他可以 他已经从小 针小马的时候 就开始训练的 所以呢 他长大成年马 虽然打仗的时候 主人已经过世了 可是呢 他一样被征召去运输东西的时候 他可以承担 所有的马都死光了 就是这一只马 还可以存活下来 这一部电影很好看 有人喜欢看的话 可以请施账再放来看看 OK 所以呢 您在幼年互二 就是承担重担的 可以承担责任的人 这是原事好的 好 这个也是有益处的 南牧师来讲讲自己的经历 我在农村生活里面 这个是不能落在太阳后面的 是跟阳光晒跑的 因为这个 这个规律的生活 一样 甚至 当时没有闹钟 可是呢 我可以比太阳更早起床的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农作物 要 不但是农作物要 要顾好 而且呢 还有呢 牲畜也要吃饭 人也要吃饭 弄好这一切之后 我要赶去学校上学的 OK 回来之后 一样的 一样的 菜园里面的什么 还有牲畜弄好了 把家里的人摆好了 洗完澡了 洗衣服洗好了 OK 写功课的时候 睡澡了 所以呢 几乎不到八点 太阳下 八点就已经困澡了 隔天就 好 去到学校 所以牧师有时候脸皮练得蛮厚的 没写作业的人 从来不写 但是还好 有人作品 也有几个不写作业的人 就是 讲台上 画一个小区块 每天主动 上庆华站的人 这个写功课清神多了 站一下嘛 所以 感谢神 所以牧师的果文能力 不是很好 数学比较好一点 因为数学比较 凭记忆 考考还可以过关 所以 在小学毕业之后 初中还可以考得上 市立的学校 所以 静妈妈勉强让我读书了 因为学会还算便宜的 勉强读了 OK 好 这个呢 这个 这个小时候过生活 如果上面那个阶段 没有过关的时候 就是 当下 所预备 所吃苦的 是 为 为要预备 下个阶段 下个阶段 的一个生活的 你看 半工半读 这个 国中毕业了 一样的 静妈说 早晨 不用打算 找 结束了 不用读太多书 但是 我想想 感谢神 让我想 不行啦 同学都升学了 我怎么可以不升学 刚好有一个工厂 建教合作的 所以去了 半工半读 晚上六点到十点 读完书之后 马上到工厂做七点 十一点 到天亮的 三班制的 那个时候是日以月续的 但是 好轻松喔 吃饭也不用闲 住工厂 吃饭也不用闲 哇 真的是太 比在家里面太享福了 虽然 读书晚上四个小时 工作 七个小时 加起来十一个小时 其余的 所以叫什么 还很清神 还是轻松的 因为有前面一个阶段的 操练 轻松 好了 这个工这个一个阶段之后 哈 很早早结婚了 结婚了 哈 嫁到从台中 嫁到台北来 应该是说 台北比 应该都市快一点 OK 我这个乡下来的姑娘 总是被 爱一姐 亲看 但是呢 还好 我的妈妈把我训练 很顺服的 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呢 去教会 任何的服事 我公婆 儿女生的十多个 都叫不动 只有叫我而已 OK 早上五点钟祷告会 OK 四点多都要空门了 五点祷告会开始 OK 可以 实际上还在旁边继续睡 没问题的 OK 去 缺儿童主日学 去教儿童主日学 牧师的圣经根基 记忆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 我考神学院的时候 100题的圣经题目 99分 真的 为什么 只有1题没有读到而已 OK 大家如果等一下 问我说那题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印象很深刻的 OK 还有什么 教会 没有人 插花没有人 去插花 我告诉你 有一颗艳座的心 上帝就加天能力 你看我插到 新娘捧花 为什么 刚好 有那个传道人 很穷的传道人 结婚的时候 竟然没有捧花 当天我才知道 所以当下 圣灵都在其中 我早早就有预备 材料都有 在我家 马上 下午婚礼的时候 马上给他做一个 就是撮合撮合的 真的感谢神 这个就是 这个现阶段 前面有的 所有的磨练 就是让我们在当下 你可以应用自如的 应用自如的 OK 继续工作 婚姻家庭 一个方面 当时候 大家说实在的 所有的收入 都要放在哪里 肚子里面 贪吃贪吃 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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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那一家子 这个婆家里面 哇塞 人口重多 胃口真好 真的很会吃 所以感谢神 这个 OK 这个开始 不是苦力的 雕塑我们的胸怀心智 感谢神 我的父母没有教导 没有什么研教 但是总有身教 我看他讲到继妈妈 年轻的时候 嫁给我爸爸的时候 我爸爸是长子 长型 负担 所有的家继生活 还有小叔他们的 学会或者是说他们要创业基金 季妈妈都去标会 供应充足 哇 所以呢 一样的 叫到 我看这样子的情况 我一样化葫芦 所有的人要求开口 OK 供应 不是我很能干 没有的 在当中 现在想起回想 神供应 我这个时候 他要生日到了 这个要红包 这个要白包 这个要怎样的时候 钱从哪里来 上帝自然 时候到就供应了 这个时候是 操练信心 神供应 一步一步的 OK 好 这样子 现在可以讲说 我们是很 比起当时 现在是亲神很多 OK 直进 上班 我跟你讲 上班我过去的话 都是通勤到台北上班的 7点 我都在办公室了 因为再晚一点 公车塞车 7点我在办公室了 OK 也是做业务性的 所以 工作 非常的忙碌 但是 后来 失账 因为 这个工作 说实在 负担很重 所以都是做 去上班主的话 公司倒闭了 或者是因为我们学历不是很高 升迁也有困难 所以自行创业 自行创业更加更加的吃重 也要跑行行三点半 也要备料 也要什么设计 产品 什么市场开拓 什么什么什么 越来越多 我曾经分享过 一个人当五六个人 扮演了角色 这个都是预备将来要做的 要承担的 这个应变的人力 应变的人力 抗压的人力 不是一触及神 是慢慢累积出来 及至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 我告诉你 竟然把我 因为我是已分者 所以不能住在单身宿舍 把我派到营区里面 山上的营区 一边是浮沫 北医的那个坟墓一大片的 一边就是我们的宿舍 男生宿舍没有人居住 女生宿舍三个人 宿舍是一大片的 哇 两个人不到一个月 两个人已经水土不服 离开了 剩下我一个人 山上还有毒蛇 半夜还有毒蛇 还有很多的 那个浴室各方面的 这么的大 我一个人独守在山上 山上就我那么一个人 感谢神啊 真是享受 真是享受 找那个一个晚上 虫迷 鸟叫做天亮 真的是享受 大家都看傻眼 我在山中住了两年 一个人独享 一大片的营匪 一个山上都没有人 真的是 上帝真是恩待我 你知道吗 过去从来没有好好读书的 一边做事 通常都在做事 读书只是点缀 点缀而已 没想到 我见到神学院里面 上帝真是恩待我 没做什么事情 只有读书 还住了这么大的营区里面 山上都没有人干到 只有我一个人 出门是要拿 因为指点灯都全关了 有出门的时候 电灯要打手电筒打 而且要很小心 看看地上有没有读者 跑出来 所以你看 每一个阶段 就是预备 下一步的 一个操练 所以呢 在神学院里面 大家给我一个 方法叫 打不死的蟑螂 真的是不太好听的一个 但是呢 接受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 很好 好感谢神 就是算了 神学院毕业之后呢 去实习 真的 在教会界里面 真的 跟外面的职场里面 说实在也不上相 竞争 嫉妒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一下子转不过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我进神学院之前 我是当老板 当老板 老板娘的都是 都是一贯作业 都是蛮有主权 就是 就马即刻执行的 但是呢 哇 上头还有一个主任牧师的时候 不得良 啊 一个主任牧师 就是 这个 寄于嫉妒 或者是 看不惯我的做法 各方面的 哇 好多好多的磨难 好多好多的磨难 我也觉得 哎呀 好苦啊 好苦啊 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 哎呀 真的是不公不义的 但是呢 哎 心境调整 哈 在当下 在当下 能够 能够平安走到这个地方 就是 为了 现今的时刻 这个 当时的 当时的专备 有遇到很多 不是不明白的事情 怎么会呢 就是让我们看到 人生各方面的 之前在职场 之前在职场里面 也许在高位置当老板的 但是他一看 我下到这个教会职场里面 哦 原来又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大家都很清楚 牧师也介绍过的 有张家安 同胞的欺负 外族的欺负 欺压 还有江河的危险 海上的危险 路上的危险 还有被棍子打了几下 打两次的 还有呢 被毒蛇咬了 还没死的 哇 各方面的遭遇 还有遇到团难 什么哥哥 这个是自战自轻的苦楚 比起将来的荣耀 那将来的更好 现在的苦 只是轻轻 短暂的而已 所以我们 不管目前 我们遇到了任何的 什么样的景况 短暂的 一下子就过去了 过去 牧师 哎呀 谁这个来找我 那个来找我 他找我 有什么需要 哎呀 当下忙到没时间想说 哎呀 现在我就说 安心想想 我当时怎么 怎么这么慷慨 怎么 我吃亏太多了 哎 因为当时 忙到很多时候 这个要东西 还要赶快拿去 太忙了 这个拿拿拿拿拿拿 拿出去 没有还回来 拿出去 没有还回来 哎呦吃亏 但是呢 吃亏真是占便宜 哎 因为当下吃亏 我 没有还给我 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我这只照样过了 哎 真是打开胸镜 让我打开眼界 哦 原来 没有诚信的人 下一回 我要防一下 没有诚信的人 也警惕自己 我们自己要有诚信 不要那个 让人 没有诚信的人 最好是 保持距离一点 因为上帝也看重我们的诚信 看重我们的灵 是正直的 所以要很小心 如果没有这些应变能力 抗压能力 那真的是 但是这些应变能力 抗压的能力 不是我们自己有多棒 乃是跟神 有一个关系好 圣灵就引导我们当做当说的 圣灵引导我们 可以在当下 有那样的人力 可以应变得出来 让我们不自己缺乏 让我们不自己说 没有办法承担 如果这个时刻 过去没有累积下来的那些 那些就是磨练的话 那现今的环境更加艰难 怎么样 被压垮了 其实拿一公斤的 就拿一公斤的 给他三公斤就给他压扁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人抗压 抗压能力不足 不是能力不足 是抗压耐压能力不足 所以就躺平了 不然就吃药了 这个要让我们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让我们也想到这个真言 真言第三十一章里面 最后面那一段 才得的妇人 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就是说他用微笑迎着未来 为什么 因为能力威严是他的衣服 就是说他已经具备好的 他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威严就是他的尊容 可以去应对百变的这个事态 特别现今的环境里面 极端气候战争瘟疫饥荒 什么都有的时候 万一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我们当怎么办呢 还跟主什么办 牧师先告诉你 跟主耶稣保持良好关系 那一天到时候 主耶稣救我 因为我们还是人会害怕 会担忧 主啊救我与我同在 盼望真言里面这个才得的妇人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力 看到我们未来如何的时候 用微笑迎接未来 想到日后不是苦哈哈的 想到日后是满心欢喜的 迎接未来感谢主 还有另外磨练当作享福 其实这个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 但是我们就享受在其中 这个想想看这句话 在第五节里面说 这个摩西也欠解 用上帝的坏来说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尼神管教你 好像能管教儿子一样 这个神管教我们 是看得起我们 好像父亲 好像能管教儿子一样 有一个父亲有多好 在当下 也许我们年轻的时候 受到父亲管教 或者是父母管教 他觉得哎呀不舒服 难受不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哎呀 父母的关爱 得何等的幸福 这个是哎呀 当时他给我们磨练 就是为了现金我们 可以更加的刚强 更加的坚强 面对所处的环境 所以呢 哎磨练可以当作享福 苦练你 这个 这个 这段经文 我们再来读一次 来他就上帝来 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马拉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王 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他引你经过大偶尔可谓的放眼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叫你终久享福 所以父亲父母的管教 他在有限 这个父母的智慧能力有限之下 他管教我们 就是让儿女可以更加成长 更加茁壮 能去面对社会的各样的应变的人力 我们的上帝在苦练我们 叫我们终久享福 我们想到享福就很好了 要想到终久 那是好像是在世上上天方夜谭 上帝要伺服我们 不是说我们这代就结束 没有 上帝怎么读 世世代代千代 就是永远永久享福的 上帝伺服给我们 当然这一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世上短暂 我们享福的日子 当然是这个是心境也很重要 有人看作是苦难子 有人说我是享福的日子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民族 在旷野40年里面 这一群老的 他已经习惯在埃及的奴隶生活 他不能适应旷野 这个抱怨年年 抱怨到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 就是他们的领袖 但是呢 新的一代起来 认为原来生活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在旷野里面 就是原了 就在旷野里面 就是能够适应 就是这个 耶利米艾克所讲 耶利米讲的 少年富二 原是好的 原是好的 有人管束 是好的 是有益处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在旷野里面 有危险 但是呢 也能够经历神迹 旷野里面 有危机 也有神迹 神迹的 经历到很多神迹 神的大人的宝贝 从不离开以色列 看到出埃及之后呢 你知道旷野有多炎热 很炎热 白天阳光很炎热 晚上没有阳光很冷的 但是神啊 永不离开以色列 保护他们 晚上有火柱 白天有云柱 让他们可以行走 可以保护 保护他们的安全 而且呢 肚子饿了 天上降下麻辣 老一代的 还嫌这个太淡薄了 但是年轻人说 哎呀好渴 愿意 因为有行动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什么都好吃 好 含在口里就化掉了 好像蜂蜜一样 含在口里就化了 还省得 不会沾到牙齿 牙缝里面 塞到牙缝里面 还会蛀牙 你看看 这40年来 衣服没有破 脚没腫 牙齿也没蛀牙的 你看看 也没有生什么病 除非说他们抱怨才有瘟疫 好呢 遇到战争 还争战得胜 还争战得胜 不是这群以色列很会打仗 他们是从来没有训练 从来没有打仗的经验的 他们面对的都是 这个比他们更强壮 可以打的 神经百丈的人 可以跟他打 可是呢 上帝 上帝说 放心出去 为你们争战 是我耶和华神 为你们去打仗的 上帝亲自派天使跟他们一起打仗 征战等圣 击败了亚魔力王跟巴桑王 占领了他们的土地 好 还有就是这一群出来了 你看浩浩荡荡出来的 这群里面 你看看 平平安安的 除了上一代抱怨的人 不听话的人 过去了 新的一代的人 准备要进入 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第八章可以讲说 上帝要摩西再一次的叮咛叮咛 绝对要遵行 要遵行 过去的一些受苦的 就好像当做吃补的 可是我们 现代的年轻人 这个现代人 不要说年轻人 补品太多了 不用吃苦了 就已经很多补了 所以 因为我们的补品实在太多了 不用吃苦也可以吃到补品了 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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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捷径 算是我们走捷径到远路 最重要要达到 到达目标是最重要的 可是呢 很多走捷径的人 想要急速发财的人 想要急速成功的人 还没有到终点 甚至到半土就已经 怪挂了 真的 所以 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的脚踏 经过吃苦 吃苦 就是来补我们的身心健壮 经过磨练 让我们的筋骨 要重训 激励训练 我们当中有几个真的是 遗足的训练 很扎实的 每天走一万步的 我们的一乔老师 开始要跟进了 牧师我也开始 自己设定好了 走五千步就好了 所以要训练 这个重训 这个激励会酸痛 但是你看酸痛 这个就是一种磨练 磨练就是一种 助到我们身体能够健壮 而且这个磨练 神不丹磨练 磨练这些新的这一代 以色列新生代 身体强健 心智也要健全 不再就是顺服 绝对的顺服 不再埋怨 认为我这么服事 就是将身体 保罗说的将身体 献上为活祭 如此侍奉神 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一种生活的模式 信仰及生活的模式 我这一生 就是要来侍奉我的神 我这一生 就是要来朝见 以我的神 同在同行 同工作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气息 发护 我们的疆界 要走到哪边的疆界 有多大 都是神已经 帮我们预定好了 所以呢 我这个人 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 要好好跟紧 跟紧神 跟着神 所以呢 这个磨练是神 叛中我们 而且上帝也专专爱我们 上帝是专爱以色列人 但是交付以色列人重任 就是跟他们老祖宗 神跟亚伯拉罕 立约就是要祝福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子孙孙 要叫许多国许多民 因这个以色列而得门福 也要叫亚伯拉罕去祝福 众多的国 众多的民族 众多的人 但是呢 以色列人没有承担 这个耶稣 神才怕爱子耶稣 他的国度扩充的 我们这一群人 因着跟信靠耶稣 我们也跟亚伯拉罕 接上关系 我们也是受祝福的一代 是属神的儿女 一样的享受这样的福分 这样的福分不是在现今而已 当然现在我心境调整 我别人认为是出苦的 有人认为说 哎呀我活在当下很享受的 这是在于我们的心境 那日后 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面最近的 这边的火灾 这边的一个水灾 好多 包括这一次的台风 感谢神台湾还没有这样子 特别是我们台北市的真正幸福 没有看到怎么样的的的的的风灾 但是呢 听说到这个对岸去那边灾难很强 神真是眷顾我们 所以有些节目就介绍了 说世界上本来就是这个 有一个轨道 就是循环的轨道 这个循环的轨道 这边很热的空气送到冷空气那边 过滤好再送回 让各地都有一个平衡的生态 可是这个轨道 这个调节气温的轨道 被人为破坏了 所以呢 这轨道 这个调节气温的轨道坏了 就像我们的冷气坏掉一样 他就不运作了 前一阵子热到不行 那刚好冷气装好可以运作了 我们坐在里面就凉坏很多 一样的世界的地球 这个循环气温的循环轨道 被人为破坏之后呢 没有办法循环了 热的更热 热地区的更热 冷地区的更冷 所以奇怪就是这样子 所以叫做极端气候 想想看 2012年的电影都有看过 20年 2012 现在2023 20年的电影 二演的电影 他们专家评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 比2012年更加激烈 主耶稣说 他快来了 末日进了 主耶稣快来了 感谢主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不用害怕 当然还是害怕 但是不用害怕 那日来你的时候 一句话就好怎么说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这句话学起来 那日真的会害怕 因为我们还是人 天灾地变的时候 主啊救我 所以安然挺凶的 不用怕到那个 所以想想 末日快到 现在啦 现今啦 不用太为其他的 现在还有很多人 还在战争 末日就来了 还有在战争 你夺我抢的 跟我们之前看的 旁贝城那个火山爆发一样 火山都已经在现场爆发了 还在打来打去 你争我夺的 你看看 人类人性 真是可怕 像现今一样 那个已经大家很闹饥荒了 可是那竟然用炸药炸弹 飞弹把粮食给炸毁了 其他人都在饿肚子 真是求神怜悯 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的人性实在是 好邪恶 真的是上帝怜悯我们 OK 所以呢 享福的时候 就要谨慎 这个要谨慎 终究 谨慎之后才能够终究享福 这个因为生于忧患 死于安门 这个是古老 这个是我们中国古老的言词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但是呢 上帝不要让我们死于安乐 上帝不要在我们在安乐死 过来 上帝要我们享福的时候 要谨慎 是终究享福的 在安逸中 一样可以享福的 这是我们在上帝教导我们 在安逸中 向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帝之后 哇 物产丰盛 一无所缺的时候 不单单顾虑自己 也要顾虑他人 去祝福他 其他的人 而且呢 是对上帝是专一的 上帝怎么说 对上帝的吩咐 上帝的诫命 要绝对的遵行 我们来读一下 这是上帝说的话 要很重要的来 我今日说 如你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 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ok好 第二个 你要谨守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再来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 要挖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 律律 就是我今日所丰富你的 你看 就是谨慎谨慎 尊行上帝的丰富 上帝的诫命 才可以终久享福 就在福中的 但是我们要 永久的 永远的福乐 就是跟神 紧紧的连结在神 有了神 你还担忧什么 因为这个 就是世界 地球毁灭了 上帝说 在提示说 为我们预备 新天新地 相信吗 这个时刻 应该要相信 地球 你看看 极端气 地球好像要爆掉了 但是 在其思路里面说 以前我们想到 新天新地 还有哪一个地方 有新天新地 但是现在想 底下 还有很多人 看见什么永虎的 还有一个什么的 还有月球上面 另外一边 好像有神物 这个 我们都不太理解 但是我们就相信 神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信靠 怎么相信 所以还要纪念 你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 得获财的力量 是祂给你的 为要坚定 相向你列足其事所利的约 像今日一样 大家 千卑一点 千卑一点 凡是不是 我有多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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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多少能力 是的 一切的福分 一切智慧 能力 都是神上 是给我们的 一切的机会 也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要觉得 千卑 不要任意妄为 不要自我为中心的 这要小心要纪念 谨记上帝的话 但是如果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反面的 记得的话终究享福 如果忘记 忘记神去拜别的神 去示奉别的神 必定魅王 这是上帝再次的警戒 不专一不忠心的 绝对会被魅王 就说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列国民魅王 在你们也必照样魅王 甚至差派亚述帝国 更糟糕的巴比伦或亚述帝国 来把南国跟北国一起魅掉 但是神总有怜悯 留下一些的余迷 就是遗述的 就是剩下一些民 来持守他的道 传递神的福音 重点为什么会魅王 因为不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所以上帝所讲的一切话 有没有兑现 都兑现了 上帝已经警告了 亚伯拉罕也警告他的子子孙 说预言将来你们会在埃及住了 上帝已经传递给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一定也会传递给他的儿孙 说你们会在埃及住了400年当奴隶 之后要给你调回就是回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 都一一兑现了 这个时刻上帝要让摩西交代 如果你们进迦南不好在那边奉衣足食 很快的如果忘记了神的交代 马上就瓦解了 你看看耶稣亚征战得地之后呢 进入四世纪呢 忘记了神了 忘记了神的恩典了 马上就是怎么样 四世纪很可怕 大家任意妄为 神就差派其他地上的主体来欺负他们 真是可怜的 到现今 到现今一战二战 这个德国希特勒也是几乎要把犹太人给灭主 好几次灭主 但是神终有怜悯 终有怜悯 保有他们 来保存一些的人数 可以持续下来 因为他们不信神 如今神选招我们这边 亚洲的 把福音从传到西方 再传到我们这个东方镇 亚洲 让我们这个福音再传回耶路撒冷 日子好像静了 看到现在的气温气候 看到真的主耶稣所的 他再来的日子是有征兆的 现今的征兆就如同主耶稣 如果没有预备好心 应接主再来的日子 让我们真的可以终究享福 不单在这个世上 乃是在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心天心地 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谢谢你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无论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暂的 因为我们要谨守记得主 你的一切的丰富 你的诫命 你的领章 欧洲还有说 你所关切的一切的事情 让我们的心紧紧连接于主 更加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 欧洲这个世事的事情 让我们胆战心惊 让我们也觉得不公不御 但是唯有神你的意 你的国才是让我们能够 最渴慕能够进到里面的 主啊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 一样的坦然的处置 靠着主耶稣加添给我们力量 我们可以胜过 我们可以靠着神事给我们的喜乐 我们足有力量面对 也可以克服 甚至把许多的福音 也带给我们的家人 带给我们的朋友 让他们得知 主你就是一切福物的源头 唯有在主里面 才能够享受这样一切的福分 不单是现今的福分 也是永远的福分 我们将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